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,天体物理学家就已经知道在过去的几十亿年里,宇宙一直在加速膨胀,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理论,宇宙中充满了一种神秘的无形能量,即暗能量,它对抗引力,将宇宙分离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种能量将成为宇宙的主导力量,导致所有的恒星和星系扩散到宇宙世界之外。 也就是说,宇宙中的所有恒星和星系,将不再对于其他星系可见或可接近,现在的问题是,这时聚会而明,比如我们自己会为资源和能量做些什么呢? 这个问题在最近一篇论文中进行了讨论,作者Abraham Lowe博士是哈佛大学的科学教授和哈佛天文系的系主任,网上发布的这篇论文,被我们寒冷的未来宇宙获取燃料。 当宇宙是现在年龄大约138亿年的十倍时,本星系旗外的所有恒星我们都将无法接近,因为它们的推行速度将比光速还快。 因此,作者建议人类汽取一所欲言,蚂蚁和炸猛的教训。 这个经典的故事讲述了蚂蚁整个夏天都在为冬天煮成食物,而炸猛则选择了享受生活。 虽然古诗的不同版本各自强调了努力工作,宽容和同情的重要性,但这个教训很简单,时刻做好准备。 在这方面,Lowe建议身经物中建议到丰富的星系团中,这些星系团代表了受益力束缚的最大的物质储存,因此能够更好地抵御宇宙的加速膨胀。 Lowe佛胜表示,大自然母亲对我们很好,因为它自发地产生了同样大量的无燃料储蓄。 我们希望通过人工手段来收集这些燃料,来自早期宇宙的原始密度扰动,导致了数千万光年快度的区域的引力坍塌。 将所有的物质聚集到星系团中,每个星系团都包含着相当于一千个银河系。 它还指出当宇宙膨胀是本星系群的恒星,膨胀到宇宙世界之外时,人类或其他先机文明,应该考虑前移到哪里。 在五千万光年范围内,可以据使宇宙星系团。 它所包含的物质比银河系多出一千倍,第二个最接近的是后发星系团,包含超过一千个星系,位于大约3.36亿光年外。 除了为宇宙加速膨胀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之外,罗博士的研究还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可能性,关于寻找地外就会生命。 事实上,如果已经有精进的文明,为宇宙不可避免的膨胀做准备而进行迁移,它们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方式所探测到。 罗博士解释说,如果移动中的文明传递出强大的信号,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它们向星系团迁移的证据。 此外,通过计算那里的星系数量,它们发现星系团中先进文明的集中程度,要比预计的大得多,并居在那里的生物可以建立更繁荣的社会。 与地球上河流或湖泊附近的文明相类似,最近这篇论文类似于罗博士在201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,表体为超高速恒星的宇宙学,发表在宇宙学和天体粒子物理学,Personology and Astro Particle Physics杂志上。 当时,罗博士正在研究因为宇宙加速膨胀,在遥远的未来,当所有银河系外光源将不再可见或可接近时,所发生的事情,这项研究是200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后续。 在那篇论文中,罗博士打造了宇宙在数十亿年里,变成什么样子? 标题为银河系外天文学的长远未来,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,physical,review,letters上。 此后不久,罗博士和弗里玛戴森,开始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通信。 罗博士回忆到,十年前,他写了几篇关于宇宙长远未来的论文,也就是从现在开始的数万亿年,由于宇宙膨胀正在加速,他证明了一旦宇宙的年龄增长了十倍到约从现在开始的1400亿年。 本星系群之外的所有物质,本星系群,包括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,以及他们的卫星星系,将超光速退行。 2011年,他的一篇论文发表后,弗里曼戴森给他写了一篇文章,并提出了一个巨大的宇宙工程项目,将我们周围的一个大范围区域集中到一个足够小的体积中, 这样他会被刺身的引力束缚在一起,而不随宇宙的其他部分膨胀。 那时,雷博士指出,子龙数字巡天计划收集的数据表明,超级工程的尝试似乎没有发生。 这是因为SDSS观测到的形系团不是过密的,也没有显示出特别高的速度,戴森博士对此很失望。 虽然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顾虑,但他确实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,关于宇宙的长期演化以及智慧文明如何被迫适应。 如果他为寻找地外智慧生命提供了一些额外的可能性,那就更好了。 如果目前还没有GETIF用宇宙工程项目为即将到来的宇宙冬天做准备,那么也许这是人类有朝一日可以计划解决的问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